台中花博三大争议闭幕后政治风暴正要开始 台中花博历经三任市长争取规划开幕 终于在今天画下据点 但这看似风光的展览实际上早成了蓝绿恶斗舞台 台中花博由第一任市长胡志强争取主办 第二任市长林佳龙规划开幕 展期翘翘碰上九合一大选 花博被卷进斗争风暴 现任市长卢秀燕以市民免费 新住民免费 12岁以下儿童也免费 成功吸引选票 败选的龙团队认为 和当初前缘内容不符之外 后续全力经也未打AIPH期待 引发对方跨海抗议 一度扬言终止主办 双方力经协调 上个月采取的共识和解 但花博参观人数 却没有因为免费而门庭弱势 花博发言人黄义涵坦言 到闭幕当天 入园总人数大约720万 和当初预估的800万有落差 政府营收也被放大检视 竟然没赚还亏损13亿 到闭幕时恐亏损超过13亿元 市民平均负债恐达520元 比一张花博门票350还要贵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 免费的最贵 最后所有成本仍然由市民负担 这真是一个政治骗数 350块的门票 三例就可以收230 市政府还是只有收120 那这种偏低的价格 才是关键嘛 市议员里中还指出 亏损货时候 还包含这张沦为普通 悠悠卡的花博卡 做个230 40万张就已经够了 结果我们就一下子发包就做了300万张 每张40块钱就是1.2亿元 花博卡一推出就扯出泄露各自问题 加上推出市民免费 花博卡更拔人问津 至今还有700箱 150万张卡片 成本约6000万 囤积在台中市交通局 蓝绿两党为此互推责任找战犯 但推来推去这笔账 说到底还是由台中市民买单 看来不管蓝绿谁真赢 最大输家还是台中人 地方中心 台中报道 哇塞 太厉害了吧 苹果怎么办到的啊 你没画面吗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无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限时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